你们快点 召召你坐下 叶叶你坐下吧 好 好 好 来人呢 把我这荷包拿过去 光瞧着有什么意思啊 不如咱们来猜猜谁会赢 赢了的人 本公主重重有赏 你看 这五公主啊 出手一定是阔绰的 这些皇子公主中 唯有她 是在大定天下后处身 加上是帝后妖女 故而继续温柱 对了 她跟着亡灵十分清红 以后你见人了 快点闭着醒了 赵公子重 五公主赏一百两 还有她身旁那个 那个呀 是三公主 乃是岳飞所处 她呀 最是贪财了 听说一出生啊 就被扔给舅父小月猴叫呀 你看 这养得一身伤骨死我气的 五妹 若是让母后知晓 你在祈福大典这样的日子涉堵 会不高兴的 不过是天蝎彩头而已 何必那么紧张 再说了 宫中何人不知晓 楚飞手头不宽裕 又没让你出钱 瞧把你心疼的 好像没见过世面似的 五妹妹又是 桥上场上哪位郎君 想召回府中做幕僚啊 父皇早已定下宣月两族联姻 你与我表兄则日就要成婚了 可别因此得罪我表兄 你也知晓 我那表兄最是婚礼的 不如先想想 你那一屋子的幕僚 将来如何处置吧 三妹 若你不想看见 不若去陪三驸马下棋如何 要我说呀 这些都城的公主众 也就二公主 二公主最沉的 你们知道吗 方才在祭天大典 要不是二公主跟皇后拦着 就那两位 差点因为谁站在前面而打起来 还有那个 身上没几件首饰的 那是太子妃 乃是圣上大业未定始 为太子所得 据说娘家可穷了 还是乡也出身 你这张嘴啊 迟早惹祸 鸟鸟又不进宫 哪能遇到这些天家贵女 你少跟她说这种秘心啊 看 那陈郎君上场啊 据说她的剑法在都城里边 也算是惊绝 那也叫惊绝呀 我闭着眼睛用脚 射的都比她准 哎哟 你看拉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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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鸟鸟错过这楼窑 未必没有更好的一个 秦温 这后山的路怎么走啊 完了 彻底成桃花煞了 这